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是2023年5月11日 所謂Damage is done 即是破壞已經造成了 縱使Rubber Bank出來待他的成員道歉 但已經是無補於是 網上一切的輿論、網民非常憤怒 是不是? 第一件事 究竟黎曼是不是自己親自有父義 親自出來道歉 都沒有這樣的勇氣 要他的成員Rubber Bank出來道歉 當然網上還有很多輿論 究竟是否要請貓尾等等 很多姜濤的group 姜濤的後援會的成員 都在猛烈地討論這件事 但我們之後一一分析 所謂哥登仔所說 沒有這個公關真的不行 近來我們一而再再而三 看到不少有關於姜濤身邊的公關的差處理方法 或者是發生某些事情是關乎於姜濤 那些公關 基本上是沒有公關的 但當然 高登仔也盛責一些廣告商 他作為一個廣告 拼用姜濤作為老闆人 亦都非常之好 他的公關手動 這是高下立見 但是有關這件事真的要沒有辦法 不說不行 雖然已經發貪了幾天 接著就這樣說 Roperband就近來 這個黎曼的言論 即Roperband的鼓手黎曼 引起這些風波感到失言 非常抱歉 他就說 直接覺得黎曼是失言 經過隊友奸反覆討論 是否包括黎曼 今次的事件確實得到一場反思 在仍然堅信社會需要存在的自由言論空間的同時 我們亦深深明白表達的方法 尊重不同聲音的重要性 對於次事件引起之妖釀爭詞 我患有浪費了公共媒體資源 我們希望藉此向各國受牽連的單位及人事致歉 這就是Roperband發表的聲明 但是有很多網友並不接受 我自己都覺得 我自己都覺得 Damage is done 已經是形成了破壞 亦都是一個不是太好的做法 你自己說 你認為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很多Haters 很多黑心的網民 因為你的言論引致到一大批的人附和你 然後對於姜濤造成很多毀滅性的言論 你這些一舉一動是牽連甚大 你牽連到很多人跟著你一起去搞姜濤 那這樣才是最大的Damage 最大的破壞性 對於Roperband這個言論 其實有幾方面網友有意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現在發表的言論是黎曼 雖然他是Roperband的鼓手 但是問題上就不關Roperband的事 技術上層面 而技術上層面是不關Roperband的事 為什麼Roperband要出來道歉呢 要出來發表聲明呢 他說抱歉而已 不是道歉 他用這些字眼 第一件事 他說近日失言 失言的意思就是說 他說那些話是不合乎那個應有的態度 但問題上他這些直接是罵 不是說失不失言的問題 是直接是罵 直接是去說姜濤 或者甚至說MIRROR 甚至說Anson Law 甚至這個ViuTV的Chip Club的頒獎典禮 是不是 他們感覺到非常討厭 經過隊友姦反覆討論 隊友姦你是指誰 究竟黎曼有沒有討論 這件事我真的在字女行家我不知道 我當他是 因為他真的沒有說清楚 黎曼有沒有討論 這次的事件確實得到一場反思 其實有很多網民都質疑 黎曼是否真心去為這次的失言 豁絕失言去道歉 如果他真心的 那就是個人的問題 你就用回個人的 他用個人的帳戶去發表這些言論 有什麼利用Rubberbank的帳戶去道歉 一人做事一人當 我自己覺得高登仔一定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現在現世代是很缺乏這些事情 你哪個人做些什麼 帶來什麼後果 就我個人去承擔 你不是要Rubberbank去承擔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差的公關的處理方式 我告訴你 黎曼用自己的帳戶去批評姜濤 甚至是罵姜濤 甚至是罵誰都好 那如果他真的有誠心悔改悔意抱歉的話 就麻煩用回他的帳戶去表達那個道歉 表達那個協議 甚至是拍段片出來 這樣才是真正的道歉 而不是找回Rubberbank的帳戶去道歉 就是說其實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那個兒子或者女兒在外面打了人 在外面打了人 而那個兒女已經超過了18歲了 甚至叫做21歲了 可能30-40歲的人 然後就要個五六十七十歲的 爸爸媽媽的老人家出來說 對不起 我們道歉 對不起 他打人是不對的 那兒子呢 兒子有沒有出來道歉呢 兒子有沒有就著他打人這件事出來 正正式式道歉呢 喂 你上到法庭 我告訴你 你現在上到法庭 那個兇手 打了人也好 殺了人也好 那個法庭會不會叫他爸爸媽媽出來道歉呢 會不會叫他爸爸媽媽出來 就是去圍著這件事去承擔責任 是不是 如果那個小孩還沒成年 都可能要 如果那個人成年了 拍拖了 做了鼓手 都是一個大人 自己做錯的事情 自己去承擔 這個是一貫的原則 這個是社會的責任 社會對社會的責任 你並不是要找一個團體 其實我想不明白一個項目 就是說 你自己做錯的事情 有什麼理由要Rubberband 去做這個道歉聲明呢 是不是 他也沒有說是不是道歉聲明 我不知道 你自己做錯的事情 就自己出來道歉 你有什麼理由去找 我唯一可以想到一件事 就是你只不過是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Rubberband的成員 而你造成的破壞 已經不單止是你個人了 可能已經造成Rubberband的破壞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有很多的姜濤group 有很多後援會的group 裡面已經說了 把Rubberband 昨天都說了 把Rubberband的歌 由他的checklist所到 就是由他的歌list 就是那個songlist delete了出來 抽了出來不聽 甚至是有些姜濤的媽媽級 直接說如果那些子女聽Rubberband 都叫她delete了它 總之在這間屋裡面 你聽Rubberband的歌 就算是兒女的歌 媽媽都不讓你聽 雖然這個也不是很認同的一個做法 但是你可想而知 那種破壞的威力 已經是去到Rubberband身上 所以Rubberband就真的要急著去出這個聲明 急著去表達他的處理方式 但是在問題上 究竟黎媽是怎樣想到 到醫生我看這段事情 他只是說是隊友間 隊友間包括不包括黎媽 你真的要講清楚 如果是不是人家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還有你說 仍然堅信社會應有存在自由的言論空間的同時 我們亦深明表達方式尊重不同聲音的重要性 第一 第一 這個沒有人不信 沒有人不信 或者是沒有人去阻止黎媽去發表這些言論的 如果不是他的帖子已經刪除了 已經是被社交媒體刪除了 如果是不恰當 就是因為我們尊重有這樣的自由空間 同樣我們也有我們的自由的言論空間 我們對於你的批評也是自由的 你去批評這一次的活動 這一次的一些歌手 我批評甚至是姜濤 是不是 我們都沒有 我們沒有的 我們沒有說要禁你言的 我們沒有說要去社交媒體 馬上去 連你的帖子也刪除了 我們沒有要求這樣說 是不是 沒有要求這樣做 我們只不過是想看看你的想法 到了現在有沒有改變 有改變 麻煩你站定定出來誠心悔改道歉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你作為一個姜濤呢 我都自己說我都理會了 我作為一個姜濤 這個評論自由 是不是 你們 跟著你們說 在一個宣言說 明白這個表達手法 尊重不同聲音的重視 這個不是表不表達的手法 你如果說表達手法的問題 就是說黎媽不是這樣想 只不過是表達的方式是錯了 或者不懂得表達他的想法 我不相信 黎媽這麼大個人 他自己做了這麼多年 歌手 音樂人 這些表達方式 都是表達不到 他不是小朋友 小朋友可能表達不到他自己內心的想法 但他內心的想法很清晰 在他那個言論裡面很清晰 什麼叫做尷尬 就是頒獎不尷尬 奪獎不尷尬 看的人尷尬 說做好自己的事 做好自己的音樂 才去搞這些小動作 這些我們收得很清楚 從字眼上 或者是我們都沒有特別去演繹 是不是 有很多YouTuber 直接說到黎媽這些言論 是演繹得很誇張和不一謀論 我自己不買這件事 我自己從他字面去很簡單解釋 都不能夠過到自己 即是我也覺得很生氣 是不是 這些這樣的表達方式 你其實是Rubberman的聲明 意思是他沒有經過心思熟 我不是 我覺得不是 沒有經過心思熟慮的黎媽 他寫得這些字 他不是說的 如果他拍段片 就這樣亂說 說了那些東西 你都可以說是 就是 駛車邊都叫做不心思熟慮 當他是很衝動 這麼說出來 但是他經過文字 你要記著 經過一個文字 他一定要想過 想過之後 消化過 然後控制他的手 寫出來 寫一些文字出來 是經過幾重的思考和機制去處理的 這個表達手法一定是他心裡說的 一定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思考模式 然後操作他的手去寫出來 尊重不同聲音 我覺得真的很不受尊重 他不尊重幾樣東西 他不尊重他自己作為音樂人的身份 他不尊重他作為Rubberbank其中一個成員 而Rubberbank也是拿了銀獎的 在這個樂隊那裡拿了銀獎 他也不尊重姜濤 一會兒我再和你分享 網上一個評論人 他是Rubberbank的舊友合作夥伴 他說得很好 很好 即是很仔細 到底那個立論很清晰 我一會兒和大家分享 是不是 尊重不同聲音的重意識 我們很尊重 是不是 姜濤很尊重 你就說吧 但是你們也尊重我們對你們的評價 對於你們造成這些言論的後果 你們要承擔 這件事是很清晰的 是不是 你們作為藝人 作為藝人去說這些話 大家都 你都已經明白到 說的人的後果 是不是 其實最好的處理方式是什麼呢 處理好的方式就是叫黎曼自己親自出來 道歉 發聲明 道歉 發聲明 是不是 最好拍片 現在 但是也不算了 因為他的社交媒體用文字去表述 那你就用文字去表述 你之前如果真的正如Wubberband 說經過隊友間反覆討論 如果是包含 這個黎曼的話 那你就請他自己親自出來 用文字去表達 是不是真是你們Wubberband的意思了 OK 第三件事 浪費了公共媒體資源 其實我覺得不浪費的 更好啊 你這樣說出來 就是證明你 說出來 就是證明原來有些人 真的這樣想事情 這個世界 是不是 姜濤一個年輕人 去到今時今日 去到今時今日 為這個樂壇 為這個娛樂圈 作出這麼大的貢獻 是不是 不要只說 真的不要只說姜濤了 是不是 我自己作為姜濤 我都怕身份好像有些偏私 是不是 你只說ViuTV 是不是 MuckupViu 甚至MIRROR 他們都有貢獻的 當然我自己 很主觀地認為是姜濤最有貢獻 但是都不要緊 是不是 都不要緊 這些討論是不浪費 是媒體的資源 因為這個世界 特別這些娛樂新聞 越變越明 只不過是會 是不是 如果不是現在網上 不用這麼多人去討論這件事件 這件事件一定是最多的討論 但是你說 如果浪費了一些資源空間 其實技術上可以說是有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同一天有另外一宗 蘇晴退出Quora 這段新聞都是很值得大家人來討論的 甚至是對於姜濤有少許影響 在網上來討論 但是就是因為 但是 阿黎曼 甚至Rubble Bank 再出這個聲明 大家對於蘇晴退團這件事 又稍為沒有人理 但是我的傷害是需要再討論 蘇晴退出Quora 甚至影響了姜濤 我們一會兒再討論 所以整個過程之中真的很奇怪 甚至有些網民 我看回一些網上的討論 甚至是覺得 其實這個Rubble Bank 是有這個扯包尾之嫌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一個姜濤的粉絲團 有人就說到 就說 有人說 這對Rubble Bank 這對東西 他真的這麼說 我都要修飾一點點字眼 如果不是一會兒 就讓Youtube覺得太粗皮 那就不要了 他就說 整對東西在這裡扯貓尾 編所謂的道歉聲明 狠垃圾 毫無意義 對受害者姜濤隻字不提 那他的確 隻字不提姜濤 這對話就說 整對東西都很無品 還拋出什麼差言論自由來兇人 真是肯無家教及無禮貌 這樣 所以有人說 擺明他們是收了某人的錢 做打手 搞姜濤 懂得看留言 這樣 不知為什麼 這個黎曼出來盜 為什麼不叫這個黎曼出來盜滅 所以說 物以類罪 在這裡不說 因為太粗皮了 這樣就有關他的私人的事 不說了 跟著說 堅信有言論自由 他又罵爆姜濤的事 姜沒有言論自由在台上說話 你這條XX的黎曼 可以有言論自由罵他 然後被粉絲罵他 說鏡安法 粉絲有沒有言論通家罵你 你就有言論罵阿姜 道歉都暗算自己有言論自由 這個是Rubberman道歉 不是黎曼 會玩 又有流量密碼宣傳新歌 又站在不爆不不敗之地 那些粉絲團那裏就有說這篇 亦都有人說 那你覺得我是不是覺得扯貓米 我 很真心說一句 我覺得 不像是扯貓米 我覺得像是Rubberman其他成員 有些怕 有些怕這個破壞性延續得數 可以毀滅Rubberman 不是誇張 現在那麼多人喜歡姜濤 那麼多人支持姜濤 姜濤那麼多姜濤的粉絲 你不要說那些點擊率 你就說4月30號那個姜濤生日日 已經是足以令到你害怕 那些人數 是不是 正如剛剛所說 我都這樣說 有很多姜濤都是媽媽 是不是 他們子女可能聽Rubberman 當然有很多人聽 Dear Jane Cora Mirror 我都要說這些公道的笑話 都有人聽Rubberman 那可能那些媽媽 可能真的會不讓他們子女聽 這個可能不是牽不牽涉個人自由的問題 是牽涉可能是大家姜濤媽媽 覺得是牽涉一個教育的問題 因為你明知道那個歌手出這些東西去侮辱別人 又言辭之間又諷刺又影射又說粗口的話 你作為媽媽爸爸 你會不會讓子女去再聽這對話的歌 對不對 這個是作為父母 是很理所當然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 分分鐘我那個爸爸媽媽不是姜濤 是不是 可能普通爸爸媽媽 可能 哇 我看到這些言論爆粗 就罵人 還要很無品的罵 跟著Rubberman出來道歉 又不是找我那個人出來道歉 那我還不讓子女去聽Rubberman好呢 當然不給 是不是 這個就是那個破壞性 不單止是你破壞姜濤 你自己是破壞了你一直以來這麼努力 是吧 Rubberman 是不是 由一個直直無名去到今時今日有人認識了 其實你不需要發辯這樣的言論 其實都很多人認識 你都已經拿了樂隊的銀獎了 是不是 同獎了 我忘記了 是 跟著 跟著 你又要這樣去毀滅自己的一切 我又不知道你自己所謂那個言論自由的價值在哪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言論價值這麼重要 其實你無需要出來道歉 無需要出來做聲明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就是 說到 扯貓咪 我就覺得應該是不可能 是應該是Rubberman 都覺得 咦 近來真的有點不妥 可能很多人對於 這個 這個 黎曼的言論 很反感 引致到他們可能 有很多fans團 或者有些成員 甚至是他們的點擊下降 可能我遲些就做這個Rubberman 究竟 點擊量有沒有下降 或者是 究竟出現什麼情況 對不對 或者是叫做 退訂閱的情況 所以這個 就是 扯貓咪 我覺得不成立 反而覺得Rubberman 害怕 害怕 破壞性繼續延續 但是呢 可能他們有些不適合 黎曼親自出來道歉 結果呢 他們就選擇了一個 不是最好的方法 出來 用Rubberman的身份道歉 希望呢 就 令到那個破壞減低 但是我告訴你 Rubberman出來 現在其實有兩個做法 可以保得住Rubberman 第一件事 就是叫黎曼親自出來道歉 正正式式堂堂正正 站定出來 去清楚表達他 究竟表達什麼意思 說自己錯 說的話是錯誤 所以現在正式道歉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開平式 第二件事是Rubberman和黎曼割席 叫他離開Rubberman 而Rubberman也不再牽涉在內 我想這件事就可以救到Rubberman 因為現在你們Rubberman出了這樣的道歉聲明 可以說是兩面不討好 你明白嗎 你叫黎曼反思已經是一個很奇怪的做法 以及不合理的做法 另一件事就是你道歉得來又不夠道歉 是不是 黎曼又不知道他在哪 結果兩面不討好 令到這個公關災難更加嚴重 更加深入一個令到別人沒有辦法延諒的情況 是不是 這個就是公關災難 即是越描越黑 我可以想像到 你這個公關災難 別人原本可以化解得到 我現在真的想不明白 其實我真的很覺得Rubberman應該是沒有公關的經驗 或者是可能沒有人幫他忙 但是黎曼的女朋友黃心穎 其實都有一些公關災難處理過 他應該有經驗 可以給一些意見給黎曼 甚至是Rubberman 可能他就是給了這些意見 Rubberman聽 就是代黎曼道歉 道歉他沒事 結果現在就更加慘烈的情況 我看到網上一言論 他不是說原諒黎曼這麼簡單 現在是沒有人原諒之餘 還是更加對Rubberman抱有這個意見 還有覺得不適合的態度 對不對 現在的網絡風潮就是這樣 我相信這個蛋是很難拆 但是我建議大家 要不就是Rubberman和黎曼國 要不就是黎曼自己衝出來 我覺得他可能用文字去解釋都不行 他可能要出來拍段片跪低 才可以平息那個文憤 而這個文憤不是姜糖那麼簡單 鏡粉 ViuTV的支持者 甚至是一些音樂人 甚至是跟Rubberman合作的人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造成一個damage 現在導致Rubberman也更悶親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近來有一個很好的群組 就分享到有一個叫做黃紫熙 黃紫熙是一個叫做製作人看電視的 就是這樣 那他有一篇東西 你知道我都很少講別人的篇東西 但是這篇東西真的寫得相當之好 那我相信有一些姜糖應該看過 那我為著方便 那我就講一下那些撮要內容給大家聽 那這個黃紫熙就說 6號你可能不記得我 因為我平時都不用IG 以及以前跟你合作過的 就是跟6號 6號就是Rubberman的主音 那當黃紫熙就聽過黎曼說這句話的時候 他都很生氣 生氣不是說他去詆毀姜濤 那麼詆毀姜濤當然生氣 不過算了 他可能不是姜糖 是他講到整個樂壇 好像大家都不需要努力 不需要做任何事 就會得到這麼多粉絲的結果 就是了 你說到好像姜濤就這樣動出來 唱兩下歌就這麼多支持 我告訴你當然不止 你聽聽高登仔的頻道 我天天講姜濤的新聞 證明姜濤是有很多努力的東西 是值得大家講 以及他的點擊 一定不是一個懶的人可以得到的 不是一個就這樣出來 一個偶像的面目 他什麼都不做就可以得到的 OK 我們繼續看黃子希說什麼 我聽到這些說話 簡直對我們這麼多年台前幕後 所有製作人和藝術的最大侮辱 在十幾年前 有所謂的網民不斷在罵 香港的朋友全部都是垃圾 那時候有罵得這麼厲害 我忘記了 自從家驅死了之後 香港就好像再沒有樂隊 但也不是的 我聽到這些說話的時候 我都很生氣 我相信這些人 根本連香港樂隊的歌都沒聽過 因為自己不懂 就說別人唱得差 沒努力 沒實力 加上那些媒體的穿染 只懂得懷念家驅 令到大部分香港的人都這樣想 當年他們都很努力 希望推廣多些香港的樂隊 連唱片公司自己都看不好的樂隊 今天有這樣的成就 Rubberband上多年是被自己的樂隊看不理 不是 唱片公司看不理的 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猜真的靠唱片公司宣傳嗎 那早幾年樂壇最低沉的時候 連古天樂都要做我最喜愛的男歌手 嘩 真是慘 古天樂又被人中了一槍 你們四位當時有在ViuTV做一下節目 拍一下劇 爭取多些知名度 亦都成功令很多 本來不認識Rubberband的人 認識了你 而去喜愛你們 但有沒有其他人 罵你們不懂得演戲 不懂得做主持 這些就是你們這麼多年 不理人家 看少人家 默默奸雲 最後 得到認同的成果 現在你 即是說黎媽 一句說話 就否定了這幾年所有 由零開始努力 得回來的年輕人 所有的台前幕後 在香港最艱難的時候 一直努力得回來的成果 講到香港所有的外迷 完全沒有腦一樣 雖然我對你的化妝重的歌手不太喜歡 但他們這幾年 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現今香港樂壇的唱功 最好不是張敬軒 就是這個廖浩昌 我相信這一點就是無庸置疑的 這樣我未必認同 當然也都有人說 你們根本不懂唱歌 最好的只有 這個許冠傑 羅文譚永倫 這些說話 就由一個外行人說出來 我只有心痛 但不會生氣 但是這些說話 是由一個努力了這麼多年的音樂人 就是說Rubber Band 和Rubber Band一人人 這樣說出來 真是侮辱了全香港 所有努力香港做音樂的製作人 我贊同 現在很多出了幾年的歌手 很多事情好像做得不好 甚至連基本的唱功都不穩定 但是他們沒有任何支援下的努力 我沒有資格去否定 我也都不覺得誰有資格 張森比己 在疫情開始的時候 有幾多人繼續去努力工作 有幾多人 有幾多歌手 去沒有了這幾年的時間 其實不單止MIRROR 還有現在一群年輕的歌手 就好像你們想當年被人罵 就是說Rubber Band 而不懂得唱歌 求求劇 就說出來做歌手 我今天 和當年對你們一樣 都是希望多些人認識 和支持你們 當年你們一齊出來的歌手 有很多已經不在香港做事了 因為你們一直支持香港 是吧 發言號開始 很多人認識Rubber Band 增開眼 給人知道Rubber Band 是真正的香港樂隊 都是逆流之歌 很多樂隊都說得很好聽 還有很多唱片公司 請來新一代的樂隊 令到香港 無論在每一處都能夠繼續支持香港的樂壇 所以你的一句 就是說黎媽 否定了香港所有歌迷的自力 否定了這麼多年 香港努力做出來的所有的音樂人和歌手 我很怕你們真的覺得你們說話是沒問題 是不是 雖然有人罵我是鏡粉 但我不是 但無論MIRROR還是香港這幾個努力的年輕人 我都會全力支持 這樣作為一個香港的人 作為一個製作人 很想香港樂壇發展 甚至娛樂圈可以鎮在上來 不是靠食谷種就可以知名了世界 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令到你們這麼妒忌 這些年輕人 但你們作為國內人我真的很害怕 希望你們真的要好好地談一下 究竟你們想做什麼 你們是想做支持香港的前輩 還是做當年恥笑這幫年輕人的老士忽 我覺得 無論MIRROR還是ROBABANK都有很多盲粉 但是這個這樣的世代 整個香港都是要支持的東西 是不是我們要繼續支持呢 在這個團結全世界的香港的樂壇來講 做一個老屎忽而恥笑別人 年輕人沒用 是不是 很多時候支持你們的粉絲 是不是 很多真金白銀買你們演唱會的人 我覺得他們好像被別人出賣一樣 這個就是大約我截錄了 看電視製作人王芷熙的說話 他們就說和ROBABANK的主音歌手6號合作過 他講得非常之好 就是和高登仔某些點是不謀而合 就是作為樂壇的音樂人或者老前輩 你這樣去否定一幫年輕人 你們有沒有想過 想當天你們剛剛初出道的時候 人家用Beyond去和你們做比較 說Beyond才是真正的樂隊 你們只不過是一幫懂得彈結他 不懂得唱歌的Bang友 甚至覺得你們是一幫垃圾 想當年你們都受到打擊 而今時今日 你們作為一個已經是 俗稱是有一定的音樂地位的樂隊 那你們都不可以就著 想當年別人去支持你這樣的心態 去支持現在一對年輕人 就是MIRROR或者姜濤 這個黃紫熙就說 雖然可能MIRROR或者姜濤 有很多改善值得改善的地方 但是我們不是用這些 這樣的鬧 用粗口鬧 去諷刺 激笑的方式 去對待這幫年輕的歌手 對不對 那現在年輕的歌手 他默默做了這麼多事情 為樂壇做了這麼多事情 你也是需要去支持他 這個是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 一個人 他想當年給別人這樣幫助 你今天應該是要幫助別人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道德問題 對吧 當然你們就說 喂 人家當年支持我們 那我們也有努力付出才行的 對不對 我們有努力付出才到今天這樣 姜濤有沒有努力付出 那這些呢 如果你真的說這些事情 就很令人失望 難到姜濤沒有努力付出嗎 難到姜濤這麼多年來 又唱歌又作詞又拍MV 又去做所有的善事 喂 難到他沒有付出嗎 對不對 如果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姜濤付出得多過你們 那是不是我 又是不了解呢 但是因為我不是一個 有59年的音樂的經歷的人 是不是 我只是一個無關痛癢的 喜歡姜濤的姜濤 是不是 的人 所以我發表這些想法 我是很主觀的 是不是我作為姜濤 是不是 但是你們不是 你們是一個音樂人 你們是一個音樂人 你們要尊重自己身份 特別是一個面對別人去 嘲笑你 覺得你們垃圾的一個惡隊 到今時今日 支持到可以有這樣的地位 難道你今天又不可以支持 一些後輩嗎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大的事情 你們需要去想 對不對 所以這一篇這樣的文章 正正都是反映到 原來這個世界 是還有很多人去明白 姜濤是多麼努力 而我們應該是抱著一個正能量 大愛的方式 去面對不同人的作品 不同人的表現 而並不是用一個鬧的方式 你現在親子都不是這樣 父母都不是鬧子女為之 叫做鬧到成才 什麼叫做棒下出孝子 是不是 現在已經不流行這套了 還枉論你是一個病友 在我心目中 病友是一個超前 是一個滑時代 是一個不受現今世代規則 他是更加闊的視野 那就是病友 但是你現在所有的行為言論 覺得你更於符 真的更落後 所以這個王子是說得對 有很多事情令到人們失望 所以我都敬請 這件事暫時都沒有平息的趨勢 好像越描越黑 所以我也希望WRB可以和黎曼 談清楚究竟進一步如何可以平息 真的很難不了了之 這件事 希望WRB有一個更加合理的做法 令到這件事可以平息 正如你所說的 不要再浪費公共媒體空間了 好了 講完現在最多人說的 姜濤被漏事件 我都說到真的有點武器 其實還有一件事 要大家自己留意 就是蘇晴的退團 蘇晴的退團 因為姜濤被罵這件事件 某程度上被人擒下 但是它造成的影響 有很多網民也討論 但是問題上 蘇晴這個退團事件 究竟跟姜濤有什麼事 其實我當初都不太留意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我看到一些網上的言論 好像越來越多討論 是牽連到姜濤 我跟大家找了一些資料來討論 就是一些網民的說法 先說一些情況 以防大家不知道 蘇晴已經發表了聲明 就說她退出COLA 而COLA也是MAKE UP REAL 成立了以來第一隊捧的女資組合 其實一路的成績都相當之好 其實我想MAKE UP REAL做了一個策略就是希望她成為第二隊的MIRROR 女的MIRROR 女的MIRROR當然也是很重要的發展 但是後來的轉譯點就是她八人成團 蘇晴也是其中一個人 自從上年MIRROR這個墮平事件之後 她的男朋友就是受傷者之一 她也都去到今時今日 她雖然有一些進展 但是百分百復原 就還有很長的路 蘇晴作為她的女朋友 她也都可能面對很大的壓力 就是作為一個受傷者 到今時今日還未復原的女朋友 又是作為MAKE UP REAL所管理的一隊女團的組合 我覺得這段身份對於她來說是存在壓力的 她也發表了聲明 其實這段聲明就是 自從2022年7月28日之後 她當天樓下的創傷一直無法被治癒 每段來回急診室畫面的畫面 一一落在她的心靈 留下不可亡滅的痕跡 這些就是少少PDSD 即是創傷後遺症 過去的十個月期間 大家記住已經發生了十個月了 她在不同階段都紋身不同的想法和情緒 等等 然後她就說 經過多方面考慮和公司商討之後 她決定退出Cora 當然她也有說她和Cora成員一些起跌跌 不離不棄 然後她退團之後 她說她也沒有明確的想法 只是想更加重視自己的身心 這個很重要 沉回快樂的來源 調整自己的狀態 希望努力進修裝備自己 成為一個更好更快樂更值得依靠的人 感謝單位和成員等等 對於她的包容 雖然未能和Cora一齊見面 再次表示協議 即是類似這樣 我不讀完她的聲明了 之後就是 最後《Make Up Real》就出了 其餘七個成員就出了記者會 說回這件事 這個對於《Make Up Real》是一個很重大的影響 因為自從《Make Up Real》成立以來 她底下的男女團的成員 是第一個可以作出退團的安排 網上有很多人就談到這件事 咦?《Make Up Real》不是有生若死若在身嗎? 他們如果要退團 要不需要補錢呢? 我相信蘇晴應該是沒有這樣的財力去補錢的 這個一定是經過了和這個《Make Up Real》的商討之下 和平退團的一個方法來 我想蘇晴應該是沒有辦法可以抵上那種死虐的賠償 所以有很多人就說 咦?這個會不會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上一陣子 或者到現在都有人在討論 姜濤是否退團這件事 高珍仔也都在之前的影片 我真的說到姜濤不是一個合適退團的時間 但是去到今天 有女團成員 蘇晴退團 也都在網上說回 究竟姜濤是否真的一個很好的退團時刻呢? 因為有 我經常說四個字 豬肉在前 今次的豬肉就是蘇晴 他有一個退團的先例 究竟姜濤是否有一個退團的可能性呢? 因為網上有很多言論 甚至是自稱姜濤不姜濤也好 他覺得姜濤退團是對於他自己的發展有更好的積極作用 因為他覺得既然現在MIRROR十二子的功勞 甚至是賺錢能力 姜濤也是No.1的 當然這些言論在於其他姜濤 可能他們都是一個主觀 但是你看回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每一天姜濤 即是高登仔在這條頻道說的 姜濤真的有很大的成績 很大的功效 是代表他現在在團裡面 真是最成功的一個來的 所以難免有很多姜濤就覺得 應該趁著蘇晴退團這個狀況 那就真的要多多考慮姜濤 是不是要時候退團 還有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這個就是一些言論講到這樣 因為為什麼姜濤會 即是因為蘇晴的那個退團 而引發到這些言論呢 就是因為姜濤一直都好像是說 在MIRROR裡面 不是很能夠認同 甚至是公司的資源 不是很多給姜濤 所以這些這樣的言論 正正發生在剛剛蘇晴退團 所以引發到大家的想法 對不對 即是顧問論之前高登仔都有解釋過 究竟MIRROR對於姜濤的支援 是不是真的這麼少呢 之前我一段影片都解釋過 但是大家都有討論 在Chill Club裡面 對於11個成員的感言 或者感覺 或者心底上的說話 有很多 譬如傳統傳媒 或者YouTuber也有說 是一個叫做 好像想退團之前的一個 就是說跟大家說拜拜 當然我自己有言在先 我就覺得不像的 我覺得不像姜濤好像是想退團 而好像說一些違言 有YouTuber都說到 但是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姜濤 我覺得她的心態 沒有去到真的想退團 就不是網民說是一個好時機 我反而正正是一個不好的時機 因為為什麼呢 姜濤其實說真的 退不退團 對於她的工作有沒有大影響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她不退團 麥多勞都依然找她做代言人 Cocola 都是找她獨家代言人 至於跟其他合作的夥伴的廣告 依然都是繼續 明白嗎 如果她退團的話 獨立發展 那就是說 其實有幾個可能性 就是可能Mercadville 繼續做她的經理人 但是已經是跟Vira割席了 但問題上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那會真的造成一個尷尬面 如果姜濤退了團 但是她的經理人都是Mercadville的話 都是會出現一個很減價的情況 令到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當時更加多人就會想 是不是她跟Mirror發生了什麼問題 而這樣去退團呢 第二件事 她真的跟Mercadville有正式的原約 但是正式的原約就牽涉到一些 生死藥的賠償問題 這樣就會令到姜濤陷入一個很困難的狀態 那究竟是新公司給她錢去賠償 還是她自己給錢去賠償她的新公司呢 當然如果有公司的 當然新公司給 但是如果沒有公司她自己出來獨立發展 我相信要賠的錢是非常之高 也是天價 甚至可能之前高登仔說 既然我們這麼多姜濤 我們就自己成立一間公司 就是以我在我認識的姜濤之中 他們很多人都是很出色的人 在社會上都有很出色的表現 成立一間公司 叫姜濤有限公司 可能真的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問題上就是 如果姜濤要出來 去成立一間自己的公司 所以就算有我們姜濤的支持 馬上都要去賠天價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在暫時來說 是真的不可行的 我相信也沒有一間公司 會買姜濤回去 除了可能買回去是想雪藏 而令到自己其他藝人是上位的 這個是另計 但是我現在暫時 我看資料 底面 台面和台底的資料 都沒有一個確實的證據 說到姜濤是會退團 或者對於有任何公司 對於去退團這個安排 是有任何的事情 但是正正因為蘇程 這個退團的安排 引發到這個討論 我覺得大家都要深思一個問題 究竟提出這些討論 是不是真正的姜濤 或者姜濤的支持者 因為我都表明立場 雖然我自己都是一個姜濤 我都自己覺得姜濤 可能獨立發展有更大的空間 去處理自己的事情 但是問題上就是說 但是問題上就是說 現在我自己的分析 不是一個最合適的時間 剛剛我說到一些項目 對不對 而現在如果要這樣做 是一個很大風險的處理方式 特別是現在蘇程退團 我們今天才知道 即昨天才知道蘇程退團 但是其實我想她跟Makerville 是討論了若干的時間 Makerville也是在這裡計算 她的退團對於CORWA的破壞性 是有多大 對不對 但是老實說 由這個洪管墮瓶意外事件發生開始 而蘇程也都陪她的男朋友 這件事件其實傷害已經造成了 所以可能Makerville在衡量很多方面的得失之後 就有這樣的決定就是放山 我們俗稱放山 蘇程出去 以致到有今天的結果 但是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我都要一再強調 並不適合 或者並不適用於姜濤的身上 即是如果再有這樣的討論 我覺得某程度上不是為姜濤最好 你作為一個有經驗 發生了這麼多事 有經驗有經歷的姜濤來講 大家都深知同明 現在如果要姜濤退團 退出MIRROR來講 是一個絕對不適合的事 縱使有很多Youtuber 都經常鼓勵姜濤要獨立發展 甚至說到她跟MIRROR11子的關係非常惡劣 我這件事是不相信的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相信呢 你之前可能都有點相信 但是去到今次這個Chill Club的頒獎典禮 姜濤對於十一子的一番言論 對於一番的感言 正正就是證明姜濤都很愛惜她在隊中的其他成員 甚至是她對於MIRROR是存在一份很重要的感情 亦都不是一個適合的退團時間 更加來講 所以姜濤她自己是不是這樣想呢 我相信她自己都覺得不是一個適合的退團時間 是不是 因為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而這些事情並不是說十二子一加一等於十二 它是十二子一加一十二次 是等於無限的力量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言論 我自己覺得真的要說回這些 即是 估計論蘇晴退不退團 和姜濤的獨立發展或者退團 這個這樣的影響 我覺得大家不能夠再運為一談 始終我覺得 不是一個適合的時候去討論 特別是剛剛蘇晴退團 如果現在又說姜濤退團 作為MakerView 去作為一個生意人 即是以一個盈利行先的公司的話 肯定是不會發生的了 所以大家對於蘇晴還蘇晴退團 姜濤是否繼續留在MIRROR發展呢 我覺得兩樣東西可以獨立處理去討論 就不能夠將運為一談 那再說回 因為近來就 就是 Rubberband、黎曼一大篇的言論 引發了香港很多討論 其實在內地網民的串流平台 都很多人說起這件事 有很多hater就想著 趁機 就在內地網站那裡 就跟內地的網民說這件事 但是原來這個事實上 反映到內地網民 他有自己獨立的想法 因為那個想法就是 說一下 原來他們都很支持姜濤 他們又不是受我的hater的影響 他們分析這件事 甚至是拿這個 黎曼那段罵人那段事 加上Rubberband的聲明 在內地網民之間 都討論得很劇烈 而他們大多數 即是我的言論就不特別講了 反而我自己總結了幾個項目 就是第一件事 內地網民覺得 黎曼罵得很低質 亦都沒有品 亦都好像 怎麼說呢 好像為罵而罵 即是對於姜濤 或者Will 或者Anson Lo都好 他們都說得很清楚 就算是說這個超級的頒獎典禮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幫助 以及無故於事 即是覺得整件事是為罵而罵 甚至有內地網民說 他都是想駁出位而已 他都不是第一天 想駁出位這些行為的 甚至是有人說到 他跟黃森榮拍拖 都是想駁出位而已 這樣 這些內地網民就分得很清楚 甚至是內地網民都覺得 正如這件事 是要為姜濤加油 覺得原來現在香港的樂壇 的樂隊就是這樣的素質 對不對 他們一直以為香港的樂隊 是很有思考能力 甚至是對於這個世界的公平 對於這個社會的這些抹黑言論 反而是他在做這些事 因為內地網民覺得 沒理由香港的樂隊是這樣的 他們都大開眼界 所以我就說 Damage is done 就算這個Brother Band 出了一個所謂的道歉聲明 但當然做不到那個道歉的效果 也得不到一眾的網民 甚至是薑糖 甚至是怕粉的原諒 甚至是國內的網民都覺得 原來香港的樂隊都是這樣的 這個造成的破壞性是很廣泛 就是因為大家都想不到一個鼓手 是不是 之前我們對於黎媽是不認識 可能黎媽這個名字 可能大家釣魚那些釣魚發燒友就知道 但是對於我們樂壇來說 可能黎媽是誰 可能之前都不知道 可能甚至跟黃生榮拍了拖 我們才略有所聞 但是都是存在一個很薄弱的認識 但是我告訴你 經歷過這次這件事 大家對於黎媽是非常認識 甚至國內網民都開始認識 Wubber Band 但是這個認識 並不是一個正面的認識 甚至他們說到 咦?黎媽犯錯 是不是? 但是要個樂隊出來道歉 發聲明 他們都覺得很難理解 是不是? 但是他們 所以現在開始了 他們現在知道 誰是Wubber Band 知道誰是黎媽 但是全部都 建基於一個很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事件 可想而知 一個人 究竟 用不用自己的身份 因為問題上 他不是一些二打六 他是一個有經驗的音樂人 說出這些事情 都令到很多 國內的網民為之驚訝 但是甚至有人就 剪了這些言論 就一直剪了這些言論 一路就是 配合姜濤的一些片 這樣去做 不過這些其實都是少數的 都不是一個主要 但是主要那個討論 就是講這些情況 很令到別人廢解 就是公民論 你不要說 令到這個國內網民廢解 香港網民都非常的廢解 但是最後還是演變成 鬧的一個層面 亦都是大家不願意看得到 但是問題上就是 雖然國內網民 都有很多人理解這件事 甚至是支持姜濤 但是呢 但是呢 在香港的Haters 就因為近來發生了太多這些事 我正正剛剛所說 Damage is done 有很多人就因為 黎媽這個言論 就煽風點火 特別有些Haters 就最開心了 喂 那些Haters 見到這些這些言論 見到這些這些出位過科言論 還不抱著來疼嗎 逐句逐句來發貓發財 去對付姜濤 這些Haters 就是一向的手法都是這樣 就是說他們的手法是否很高明 其實也不見高明 只不過他們好像一些 即是叫寄生蟲 有一些稍為出名的人 去講這些激進言論 他們就好像附和蟲 認聲蟲這樣黏著來生長 但是問題上呢 一種的薑糖也有他的辦法去處理 他們通常處理就是用這個懶對待 但是因為經過高登仔的一些分析 現在大部分人都希望用一個教育 教化的心態他們 而引致到近來 Haters就用了一個ViuTV的片段 就是Edan 他就用一個唱歌的方式 大家可以如果有留意 一些姜濤group 姜濤的後援會group 就有人share 那share做什麼呢 這段片就是講著Edan 講著Edan唱歌 這首歌就是講著主能救 主能救 當然我是要正音地讀 因為如果要理解這首歌的得意之處 你需要去用一個諧音去講 那就是說主能夠打X我的Haters 這樣的 這些就是姜濤近來一個 就是以一個欺笑怒罵的形式 去回應這些Haters 對近來一些對姜濤進行惡意的言論 所以正正這些言論 就令到大家一眾的姜濤 雖然在近來這麼憤怒的情況之下 都能夠以一個笑念 以一個開心的形式去面對 但是也是所說的 Damage is done 到底近來這些言論 可不可以到最後都修補回 修補回 即是不要再對姜濤造成傷害呢 因為今年的傷害實在太多了 對於姜濤 在年初的戚測樂壇 受到一眾的Haters的海嘯式攻擊 去到後來他翻唱哥哥的追 接著又被傳統傳媒的抹黑報道 引致到他自己出來要發表這個回應去制止 接著去到後來西九文化中心的音樂節 西九去唱第11首新歌的Dummy 結果又令到一眾的Haters又攻擊 去到今時今日自家的頒獎典禮 就是這個Show Club 自己只不過是在台上發表一下 對十一指 其而自己MIRROR兄弟 對於的一些內心的說話 都被人去罵 而罵的人不是Haters 不是傳統傳媒 是自己行內的音樂人去罵 那你說今年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究竟我們是要 作為姜濤我們要多少的support 有多少的努力才可以一浪接一浪的不實 負面言論去做得到呢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希望大家要集合正能量 集合大愛去幫姜濤面對這些一一的困難 當然我們自己作為姜濤 作為一個支持姜濤的頻道 我們都會繼續努力去不斷去對這些負面不實的言論 去作出這個應有的回應 所以大家記住繼續支持姜濤 繼續支持高登仔這條頻道 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每一段片超級感謝 對於姜濤的一些言論高登仔會繼續去支持的 所以大家都繼續支持我 繼續支持高登仔這條頻道 好 今天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2023年5月11日的報導就是這麼多了 唉 真是講到口水都乾嘛 希望大家繼續超級感謝高登仔這條片 明天同一時間繼續 唉 沒氣了 就這樣吧 拜拜